这只站在针灸床上 看似神情紧张的黄金烈犬baby 您没看错 她正在进行针灸治疗 四组郭小姐用坚定的眼神看着baby 想要转移她的注意力 因为这些扎在身上的细针会刺激她 睡到周围的细胞让她感到酸痛和不舒服 因为她年纪大了 那我就想人的年纪大是看中医可以针灸 会有帮助 所以我就上网去找 年近15岁的baby 因为左后腿逐渐无力 行动也变得缓慢 所以主人决定试着以温和的方式 用中医治疗 希望能改善她的身体状况 其实中兽医学一路推广至今并不容易 她最开始是被记录在 兽医经典著作《圆和两马集》中 书中写到早在明朝时期 就能以传统中华医学为动物进行治疗 原本是治疗经济动物如马 牛为主 随着时代的眼镜及意料的进步 现今就连宠物也能看中医 中兽医会用望、闻、问、窃 四个步骤来判断宠物需要何种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则有针灸、中草药、推拿诊疾、还有食疗 中兽医学刚被推广的前期 不被许多四主注意或接受 大部分的人认为中医室被定义为慢性治疗或是调理身体的方式 所以带宠物看诊的民众 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受到限制 四主的概念里面还是觉得说 严重的病毒他可以看西医 那治疗了一段时间的效果不好 他们才会去 开始去搜寻中兽医的这样的医院 从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他们的接受 现今越来越多顶刻家庭会以养宠物取代生育子女 猫孩们成为四主心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他们就像家人一样重要 所以当宠物生病到一般西医诊所 什么治疗都治疗不好的时候 四主就会开始寻找新的方式 也就是近几年开始兴盛的中兽医学 有了瘫痪的动物它经过了第一个治疗 即使手术了之后也是站不起来 这些我们都有针灸就可以让它再站起来 有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成功率 抗医养生观念渐渐被民众所重视 有些四主看到毛孩身体状况有成效之后 便会长期去中兽医诊所治疗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希望 虽然中兽医学也有许多宠物身体 逐渐好转的案例 但医生说明中医并没有办法 医治所有疾病 像是针灸就没有办法治疗骨折 只能透过手术的方式 对整个医学像是未来趋势期 你不管是说肿瘤或是癌末 必须要把中西医一起来用 你透过西医的精准的诊断 然后通过西医的一些紧急性的治疗 然后再用中医下去去维持 那这样是效果会更好 但是这只14岁的西医犬皮皮 刚刚完成针灸治疗 现在为了减换他几乎的不是 所以他正在进行雷射疗程 因为他有心脏病 然后心脏肥胀 这个一定是要一辈子都要吃药 那我宁儿怕他说这个药是这么长的时间 怕有很多引起很多副作用 医患有心脏疾病 四周吴小姐不忍心宠物晚年都要喊药物 及副作用为物 所以找了很多资料 最后决定投向中兽医学的帮助 医师认为中兽医学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并不是替代掉西医 所以他建议除了让皮皮针灸 也能搭配雷射的疗程复健治疗 而皮皮看诊至今已经长达了两年的时间 状况也好转许多 中医讲究长期调养 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效果的 如果四周以三分钟热度带宠物看着 效果可能会不明显 所以建议民众为了自己心肝宝贝的身体健康 除了诊疗方式要中西医双管齐下 更要长时间定期配合治疗 这样才是改善他们身体状况的最佳方法